朋友们好 我叫张燕丽 我的电话号码是138-361-33441 这是我爱人胡爱斌 在2017年的4月7日 在路过哈尔滨市道里区立功村的时候 被当地的村坝打成职务人 哈尔滨市道里分局局长江永志 违法伪计办案 到现在不给我报警登记表 不让我看到卷宗和视频录像 还有当时出警的执法记录仪 我就想问哈尔滨市道里分局局长江永志 国家给你的权利 你是为百姓保平安的 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说立案就立案 你说撤案就撤案 是法律文而系 我就想问一下哈尔滨市道里分局局长江永志 把我爱人打成职务人的那些人 和你那些村坝和你是什么关系 是你家亲戚还是朋友 还是你贪污了多少钱 甘愿给村坝充当保护伞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 社会主义国家 哈尔滨市道里分局局长江永志 你敢无视法律 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践踏公权 藐视刑事案件 受害者 受害人权利 极力充当村坝的保护伞 在钱权交易的驱使下 你成了恶魔 把警察派到了我家 让我没有安全感 是你不秉公办案 极力帮助村坝逃避罪责 使我幸福的家没有了 天塌了 我现在外债累累 我爱人生活不能自理 是你不让我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是你用各种方法逼我 让我认 我能认吗 我不怕你 只要你给我留一口气 我就会追责到底 在当前党中央习主席开展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受害者家属强烈要求 哈尔滨市道里区区委 区委的领导 冯元平书记 听说你是清官 希望你能履行法定职责 迅速得逞相关部门 组成专案组 彻查此案 从快从众将打人的村坝 抓捕归案 还受害人一个公道 并严肃查处 保护伞江永志 局长 但罪责 全国有正义感的朋友们 帮我转发 让社会的正义感 来见证哈尔滨市道里分局局长 降致的罪责 我和我的家人跪拜 谢谢你们 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清官冯元平 我希望你出来管管江永志这种违法伪计 特别猖狂的做法 他的罪行 他执法犯法 我希望道里区 道里区委的领导们 你们重视一下我家 看到我家的捐情 我希望你们管管他们 不能让他们的罪责 孩子们逍遥法外